为了玩一场游戏,这个人杀掉了所有的同伴 看完这个短片,你才能真正的明白到底人性有多么的可怕 圆圆的地球上,男人正在和大象、犀牛、迷路、熊猫、老鹰、鱼一起开展一场抢凳子的游戏 游戏规则很简单,凳子比参与者少一个 只有最后坐在凳子上的人才能进入第二轮的比赛 至于没坐上凳子的直接就会被淘汰 游戏一开始,男人就慢了半拍,先看最后一个凳子就要被鱼接足先等 男人竟然拿出一把尺子,直接击中了鱼的心脏 伴随着鱼的尸体消失,男人的身上出现了一种美丽的花纹 这或许也是给他的一种褒奖 第二轮比赛开始前,男人的脸上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他已经掌握了整个游戏的必胜绝招 果不其然,第二场比赛男人不慌不忙 等到只剩下一把椅子的时候,男人直接举起手中的手枪 一发子弹,打发了要跟他抢凳子的迷路 这一次,他的腿上又多了一种花纹 而此时,剩下的对手已经越来越少 大家也仿佛已经领悟,只有杀掉对方自己才能够晋级 他们围着凳子转圈圈,等待时机成熟 男人在庞大的动物身边,显得是那么的渺小 那么的没有存在感 可是一场又一场的比赛过去 这个男人的身上花纹越来越多 这也意味着他已经杀掉了一个又一个的对手 直到最后一场比赛来临 整个场上只剩下男人和一头熊猫 直到现在,熊猫依然想靠自己的速度去胜 可是他忘了,人类是残忍的 没错,这一次男人再一次做了弊 他拿出一把斧头,狠狠地砍中了熊猫 熊猫倒地身亡的那一瞬间 也是男人成功坐上最后一把椅子的胜利时分 可现在,男人在椅子上却坐立难安 这个世界的动物都已经消失了 只剩下它这个所谓的高质量生物 可是这样的生活又有什么意义呢 男人最终拿起枪,指向了自己的脑袋 看完这部短片,童童觉得十分的压抑 确实有着动物们没有的高智商 可是我们同住地球村,同为地球上的生物 难道说智商高就可以随意的决定其他生物的死活吗 我是童童,我们下期再见吧 Muah 要 converts 这个视频 ikم